盘点地球上活得最久的九种动物 你真的以为这个世界不存在永生吗 它们的体型非常小 只有4到5毫米 却有永生的超能力 一般动物在经历有性繁殖以后 都会走向老化 但它们不会 它们可以无性繁殖 分化转移后再次恢复到水质状 转化的过程没有次数限制 所以灯塔水母可以通过 无数次的繁殖和分化 获得无限寿命 真正做到了长生不老 更准确的来说 是繁老环童 科学亚正在试图借助 灯塔水母的永生密码 延长人类的寿命 不知道算不算是好消息 千年王八万年龟是真的吗 加拉帕克斯象龟是寿命最长的乌龟 也是体型最大的乌龟 它的寿命可以达到200岁 体长1.2米 重约300公斤 生长极其缓慢 40年才能长到成年的尺寸 行动力也很慢 时速只有0.3公里 它们可以生活在极度干旱的环境中 即使是不吃不喝的情况下 依然能够生存18个月 生命力极其顽强 即便如此 它们还是成为了冰尾动物 2006年 科学家发现了一只寿命507年的北极蛤 根据年代推算 它诞生于中国的明朝 所以取名为明 由于生活在极寒的北极地区 北极蛤的成长和代谢 比一般的蛤力要满得多 直到夏季温度上升 这也许就是它长寿的原因 很不幸的是 科学家在研究它时 不小心撬开了外壳 给弄死了 如果没有这次的失误 它的寿命也许会更长 普通的井里平均的寿命 约为40年 但有一条活到了200多年 熬走了四代人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关注我 接着往下看 世界上最长寿的动物排行榜 熬走四代人的井里 你见过吗 井里的平均寿命约为40年 但是这条名为花子的井里 足足活了226年 它生于1751年 也就是清乾隆16年 死于2006年 跨越了两个世纪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不仅是世界上最长寿的井里 也是迄今为止 最长寿的淡水鱼 从它的第一任主人开始 花子就像传家宝一样 被代代相传 到最后一任主人时 它已经见证了四代人的成长 科学家从它的身上 取下两块鳞片 检测出它有200多岁的高龄 与此同时又对同一池塘里面的其他几条井里 都做了检测 惊讶地发现 它们的年龄也都超过了100岁 科学家推测 花子长寿的原因得益于干净的水质 和优良的饲养环境 以及主人的细心呵护 让它无忧无虑地快乐成长 三只眼的大蜥你见过吗 它叫惠头蜥 说明可以达到100到200年 祖先和恐龙处于同一时期 是当之无愧的活化石 即使经历了亿万年的生物演变 它的第三只眼依旧没有消除 这个顶眼叫松果体 结果与眼睛相似 具有感光功能 虽然身为卵生动物 但是它生长发育极其缓慢 从幼稀到成年需要20年的时间 产下的卵需要13个月才能够孵出 现在已经平民灭绝 仅有少数存活在新西兰 北部沿海的小岛上 普通的鲸鱼平均寿命约为60岁 但是公投鲸的寿命能达到200多岁 它是地球上最长寿的古动物 也是唯一一种终身生活在 北极寒冷水域的鲸鱼 即使到了90岁 仍然具有生殖能力 它体长超过了20米 体重超过了100吨 光是头部就占据体长的三分之一 是海洋界的长寿大胖子 可以要推测 公投鲸的长寿可能和它们的基因有关 它们体内有一系列独特的生物机制 不仅抗癌还可以抗老 接下来要说的几个长寿动物 也许你还吃过它们的肉 关注我接着往下看 海洋世界上三种动物的长寿秘籍 乌龟根本不算啥 它们唯一的天敌是人类 你吃过红海胆吗 它可是地球上寿命最长的动物之一 可以存活200年甚至是更长 和格力岸睡沙一样 红海胆生长极其的缓慢 每年只长一毫米 以海参植物为食 它有一种永保青春的神力 不会衰老 没有更年期 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 因为蚕食达量的海藻 红海胆被误解为海洋中的灾祸 遇到了大规模的毒杀 到了70年代 它被高炸出售 端上了人类的餐桌 成为了昂贵的海鲜之一 除人类之外 陆地上寿命最长的哺乳动物 就是大象 平均的寿命在70岁 庞大的身躯 发达的门齿 厚实的皮肤 都是它们长寿的秘籍 因为群居而行 所以它们不用担心 其他猛兽的攻击 陆地上几乎没有它们的天敌 唯一需要防备的就是人类 据统计 非法偷猎和象牙交易 导致大象 增于每年10%的速度减少 甚至今 它们已经被国际自然保护联盟 列为极度兵威的物种之一 生活在北极寒冷海域的格陵兰睡沙 寿命可以达到400到500年 是世界上最长寿的脊椎动物 体长7米 体重1000公斤左右 它生长极其缓慢 一年只长一厘米 需要150年才能够法育成熟 繁衍后代 它们被称为海底的青道夫 不挑食 遇到什么就吃什么 虽然游动的速度很慢 但却是顶尖的捕猎高手 人们曾在格陵兰睡沙的腹中 找到过驯鹿和北极熊的尸骸 它们唯一的天敌就是人类 在19世纪初 渔民为了提取鱼干油 打死的捕捞 加上它们生长缓慢 陷入镜的存活量是越来越少 喜欢我的视频请关注我 下期视频再见